我们学佛界瞬间 学佛就是在一刹那之间 瞬间你可以成为佛 当你的意念突然之间有称恨心 或者有一种恶毒的心灵 开始在你心中滋生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轮为了鬼啊 所以学佛机会在于你自己啊 我们讲的是 做佛之机在我呀 你就算一个血腥的汉子 血腥的男子 你也不能被人间的那些因因果果所迷惑 而做出一些自以为是很正常 自以为是为人家好的事情 而实际上是缺德的事情啊 大家知道 一个人认自己乱的心 散乱的心所为 你这个人就被你的境界所迷惑住了 因为你眼前所看见的境界 都是虚幻 无实的境界 而你以为那是人生的真境界 所以你才会去做出一些 以为是真实的评论 来诱导这个社会 你想改变这个社会 实际上你就会勇为 沉沦苦海之下的愚众生活 也就是说 你有这种想法 你以为在这个人间 能够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我要为人家报仇 我要为人家伸冤 我要打抱不平 实际上你已经永远成为 沉沦苦海之下的愚昧众生活 所以愿全世界的父母亲 全世界的为人师长 为儿女都要相互勤勉之 相互能够警惕之 而且希望大家要 以克念 克制自己不好的念头 来做圣人 如果每个国家 都能这样做 这个地球就会有 非常非常的幸灾 也就是说幸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们 台长跟大家讲过 人都会生病 但是很多的众生的病 是心病 因为心能使你生病 心里想不通 心里仇恨 心里难过 你就产生了生死大病 所以生死大病 是由心而起的 所以我们的心病 是前倒啊 当一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的心 已经有问题了 举个简单例子 伤风感冒 表面上看 衣服没有穿好 着凉 很简单的 为什么会跟心变在一起呢 因为你的心里不重视 因为你刚刚睡醒了 你不披件衣服 你以为你的身体很好 你以为我没有问题 以为我不会伤风感冒的 这个时候 你的心已经有问题了 致使你的意念和你的行为 造成了你伤风感冒的根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人生任何病 都是由心发起的 所以生死大病 也是由一辈子的无知 到了身体出大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知 知道了不好了 已经来不及了 实际上已经是因果了 然后等到感知 什么叫感知 感觉疼痛了 感觉癌症复发了 感觉饭不能吃了 那个时候你才以为真的生病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治疗身和心的病 很多人不懂啊 以为身体的病和心是没有关系的 下次台长会跟大家讲一讲 人的心一生病 为什么身体就跟着会生病呢 医学上说得好 生癌症的人 体质大部分全部都是酸性的 而吃荤的人 他的血液都是成酸性体质 而吃长期吃素的人 他的身体为碱性体质 所以碱性体质的人 就不容易生癌症 所以劝欲众生 少吃荤心 多多修心 好好念经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台长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 因为时间关系 下一次呢 台长还会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来自立地他 怎么样学菩萨的慈悲心 怎么样来医治自身的心灵疾病 和医治自己的身体疾病 听众朋友们 活在世界上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活 很多人还以为自己 是一个伟大的人 能够主宰世界宇宙万物空间的人 实际上这些人是最可怜的人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当他认为他能够主宰一切 主宰的母亲 他要叫母亲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要叫母亲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要叫学校里的老师想干什么 他就能干什么 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幼稚和愚痴的儿童 而真正懂事情的孩子 而真正学佛的佛子 那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父亲 母亲伟大 他知道了观世音菩萨的伟大 他知道了佛菩萨的慈悲 他更珍惜佛菩萨的慈悲 才造成了他心灵的安慰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什么不知道都以为知道 这个人就是个愚昧之人 一个人以为自己明明知道的 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智慧之人 就是知道的 也就是皮毛 就是知道的 也就是一点点 而我们在 耗炉烟海的知识和佛学当中 我们所能学到的 也就是这么一点点 所以学海无涯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自己 尊重佛法 尊重自己的短暂的人生 而得到更崇高的境界 舍去小我 成全大我 就是要舍去自己的四思利益 而来帮助众生 这才是佛菩萨的境界 感谢观看